哈囉 日本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許光漢 謝謝你們對Attention Love的支持 那我覺得在這部戲裡面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小雨到最後面揍了大毛一拳 就是為了要救盧平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都想不到他會這樣做 所以那個時候 所以我覺得那一幕算是我印象蠻深刻 也是小雨從小孬孬轉成男人的一個moment 蠻喜歡那個moment的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Attention Love 謝謝你們囉